他不修理他 我修理你 我們富士康不要這種員工 雖然是富士康員工違規抽菸 還有眼不是泰山 但郭台銘這句不要這種員工 可不是頭一次發生 他是謝冠宏 郭台銘前員工 過去被稱作鴻海戰將 但離開鴻海過程 和郭台銘撕破臉 鬧上法院 2012年 謝冠宏口頭請假 要去日本安排小孩入學 不料起飛當天 召開事業群幹部會議 郭董大怒表示 你如果沒有回來 就再也不用回來 單音艙門已經關閉 謝冠宏無法下機 郭董當眾宣布開除 郭董還為他成立一個新的部門 讓他去負責充斥一些 發展一些新的產品跟新的業務 但是無奈他就是因為 這個違反的這個郭董 說的這些鐵折之後 就被迫離開 最高院認定 謝冠宏非自願離職 鴻海應付資遣費 一百五十萬和兩百三十五張 鴻海股票市值兩千多萬 判決定業 對此鴻海表示 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判決書 無法評論 但謝冠宏離開鴻海 創立耳機品牌 年營收超過三十億 就連天王周杰倫也是 他的股東 不過鴻海爭議 不只這一樁 過去富士康 在全世界設廠投資 喊出從越南巴西 美國賓州 印尼到印度 投資金額 從三千萬到五十億美元 不等 卻被CNN酸 令人讚嘆 但還沒兌現 投資承諾跳票 兩年前被CNN打臉 讓郭台銘的爭議事件 再度被拿出來重新檢視 接著台北綜合報導 台北綜合報導